我爹是别人家的坠绪 而我是我爹外面的私生女 五岁那年 我爹带着我娘跑了 丢下了我一个人 我还记得 爹娘跑的那天 是个大晴天 太阳懒洋洋地挂着 我却只敢窝在墙角的阴暗处 就像一只被人嫌弃的老鼠 我实在太饿了 就不知不觉地走出了家门 我去了菜市场 偷偷地看着那个杀猪摊位后面的女人 我以前曾和娘亲经常来偷看她 她姓蒋 无儿无女 菜市场里来来往往的人都叫她蒋大嫂 背后却称她蒋大虫 她是我爹的正妻 我爹是入赘到她家的 我娘是我爹在外头的女人 其实连外事都不算 因为我爹是坠婿 没资格找外事 他俩人偷偷相好 生下了我 又生下了弟弟 娘常带着我跟着爹后面 看着我爹管他要钱 我爹是个秀才 在他的面前如同一只瘦弱的鸡杂 但每次都能成功地要到钱 菜市场里的人都说他是个傻子 一根筋 一个粗人 偏偏喜欢读书人 平时凶得像之母大虫 在我爹这个秀才面前 却一点脾气都没有 如今男人和相好的跑了 他就更抬不起头来了 我蹲在离他摊位三丈远的地方 慢慢地往近处移 他一言不发 把我拎起来 背回了家 他为了几口肉汤在我口里 好香啊 我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还是不怎么和我说话 可能不知道说什么 也是他本身就不爱说话 他开口一般都是骂人 但是他做的饭 可真好吃 他会用猪油 把糙米炒得金黄软糯 吃得我满嘴流油 他还会烙饼 放凉丝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泡在浓浓的猪骨汤里 我能吃满满一小碗 我跟着他去卖肉 坐在他身后的小凳子上 每次有人来割肉 他撑好了重量 我就会清脆地喊出需要多少银两 他刚开始还不信我个小娃娃会算术 但等他再认真算过之后 发现我算得又快又准确无误 从此我就帮他算账了 除了算账 我还会很多 天热了 他用竹竿和棚布搭起简易的棚子遮阴 我在一边帮忙扶着竹竿 我还拿着根木棍 上面系着一根红布条 每天挥舞着 从早到晚地驱赶着苍蝇 有时候突然下雨 雨水又急又多 幸亏头顶上有点遮挡 他才能及时把没卖完的肉收好包好 而我和他就会被淋个洛汤鸡 回到家 他去熬姜汤 我怕辣不想喝 他大声呵斥我 但他转身会从小罐子里挖一小勺红糖放进我的碗里 我扒唧着嘴 努力从辣乎乎的滋味里寻找那一丝丝的红糖的甜 乐此不疲 一小口一小口 一整碗姜汤就这样喝尽度 夜里打了雷 轰隆隆地 我抱起了被子 从隔壁窜进了他的屋子 他睡得很死 我在他床榻上找了个角落 小心翼翼地躺下 外面依旧是电闪雷鸣 可在他阵阵呼噜声里 我没感觉害怕了 我很快就安心睡下 第二天他醒来 与我大眼瞪小眼 他有些尴尬地别过眼去 起床做了早饭 不过他没赶我去隔壁 我就顺势赖在这屋 和他一床睡了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是跟娘一床睡的 可有了弟弟 娘就不让我跟他睡了 但娘夜里给弟弟讲故事的时候 会允许我坐在床边一起听 等到弟弟睡着 娘就停下 把我叫醒去外面的隔间睡 娘说话总是柔声细气的 不跟他一样大嗓门 娘会柔柔地 嘱咐我好好照顾弟弟 一切以弟弟为先 娘说以后长大了 也要帮衬着弟弟 爹爹也是和颜悦色的 他说等他以后高中了 就带我们全家吃香喝辣的 再也不用看那母大虫的脸色过活 可没等到跌跌高中 也没等到我长大 他们说舍弃我 就舍弃了 蒋大嫂 你真要收留他呀 菜市场上的人忍不住都来劝他 你可莫要忘了那狼心狗肺的男人 是怎么抛弃你的 就是 这可是那个骚狐狸的女儿 你养了他 不就是往自己心口里戳刀子吗 我使劲缩着脖子 不敢看他僵硬地犯着冷气的背影 这段时间 我以为他彻底接受我了 但耳朵里听到他剁肉骨头的声音 越来越大 我有些害怕 一直到夕阳夕下 收瘫了 我没敢说话 起身帮他收拾 却被他劈手夺了下来 他走得很快 步子迈得很大 我跑着想要跟上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跑 去拉他的手 他莫地深深喘了好几口气 他什么也没说 把我拎起来 再次扛在背上 洗了个热水澡 喝了一大碗肉汤后 我一点脾气没有 又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去摆摊卖肉了 还是有人劝他 别犯傻 但这次他一言不发 看他一根筋 渐渐地说他的人少了 转而把注意力转到我的身上了 我长得秀气 随了我那秀才爹 有人猜测他准备养我几年 然后卖了换个好价钱 这个想法一出 大家伙都觉得肯定是这样的 他们又开始有些羡慕他了 如今虽然年头不好 但只要姑娘长得好 卖去青楼至少能换二十两 就算卖去大户人家当丫鬟 也能换个十五六两银子了 我听不明白这些人叽叽咕咕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 我每天都很开心 来小孩儿 给你糖吃 崔桃花眯起了狐狸式的眼 逗弄我 崔桃花在菜市场最深处的巷子里 开了一个小门头 一楼做的是姑酒的生意 二楼则是皮肉的生意 他 一个大巴掌 狠狠打掉了我手上的糖 崔桃花兴兴地离开 可他还是不死心 下次来买肉又要带我去他酒铺子里玩 蒋大嫂 这孩子你交到我手上 我帮你调教 保管你不亏 崔桃花也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 眼里却闪烁着精明的光芒 什么糟心破烂玩意 嘴里浸喷粪 给老娘滚 我看着他破口大骂 拿着刀挥舞的样子 一点也不害怕 点起脚尖 把崔桃花放在案板上的铜板 一枚一枚收进布袋里 谁让你收这婊子的臭钱了 拿出来还给他 这肉不卖给下三滥 下次哪个孙子再敢动歪心思 老娘剁了他喂狗 他骂人的话都不重样 同时回头目瞪了我一眼 我赶紧把那几个铜板倒出来 小跑着上前把崔桃花手里的肉给一把拿了来 崔桃花没想到蒋大嫂张口就骂人 有些休脑又有些后悔 这整个镇子上卖肉的 就数他这里最不缺金少两 得罪了他 以后上拿买到衬心的肉去 母大虫就是母大虫 凶得要死 这孩子又不是从他肚子里出来的 养大了也不与他一心 到老了还是孤寡命 崔桃花四处和人说坏话 菜市场上的富人们见了他就像见了苍蝇 根本懒得搭理他 只有一些光棍汉 凑在他跟前一起骂奖大虫母老虎 也是没想到崔桃花这嘴 就像开了光的乌鸦嘴 没几天 从县里来了人 是个牙婆 她找了过来 上下打量着我似乎很满意 然后就要带我走 她说 我爹把我卖给了她 换了十五两银子 蒋大嫂塔一样的身躯拦在我面前 渐渐地肉摊边上围满了人 牙婆看了一眼蒋大嫂 不急不忙地拿出了一张卖身器 在她面前晃了晃 又在众人面前晃了晃 白纸黑字写着 上面是这孩子她爹恩的手印 你们谁也拦不了 菜市场旁边给人写信的书生 挤开人群 上前看了看那卖身器 说了声是真的没错 牙婆说我爹娘在县城要过日子 手头拮据就把我卖了 大伙同情地看着小小的我 好容易吃上口热乎饭 又被亲爹亲娘卖了 牙婆直接拽着我 往马车上拖 对这些菜市场里的低等小民 根本不放在眼里 我害怕 但我没哭 我低头咬上了牙婆的手腕 她疼得熬的一声 抡起胳膊就往我头上抽 我瞪大了眼睛 不屈地瞪着她 我知道 她是个大坏蛋 和我爹娘一样的坏 想象的疼痛没有出现 那个壮硕的身影冲了过来 挡住了抽在我头上的巴掌 同时我被人抱进了怀里 她还只是个孩子 你那一巴掌是要了她的命啊 你这人心怎么这么狠 抱下我的是卖唐人的老张头 黑心肝的牙婆 不得好死 有人小生在人群里嘟囔着 众人也开始七嘴八舌地出声 哪怕他们平时暗地里说蒋大嫂是母大虫 说我是小脱油瓶 但面对外人 我们就是自己人 蒋大嫂拿褶刀 横在牙婆身前 她不会讲大道理 但她咬着牙 你要带走她 老娘砍你一条胳膊 再砍下自己一条赔给你 谁要你的胳膊 哪里来的女疯子 不可理喻 牙婆气急 唾沫星子四溅 说要去报官 一听报官 所有人都静默了 小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官 劈个报官 蒋大嫂 你忘了那个秀才可是入赘你讲家的 你是一家之主力 催桃花眉骨头似的 已在柳树下面喊 对啊 这续说了可不算 边上人纷纷附和 牙婆也没想到 这些下里巴人还挺难缠 但她也早有准备 把秀才一家的事早就摸清了 这孩子是秀才和外面的女人生的 可是跟你姓蒋的半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孩子秀才她想卖 自然就能卖 牙婆抬高了下巴 众人一时语色 看向蒋大嫂 是啊 蒋大嫂死都不肯承认外面的女人 这是她这么多年来的底线 正因为此 那女人到死只能一直以相好的身份 偷摸地跟着秀才 蒋大嫂脸色铁青 咬牙开了口 外面的女人不是旁人 是她在外面的妾 既是蒋家的妾 妾生的孩子 自然也就是她的 众人一阵吸气声 这一次的蒋大虫竟真为了这孩子 承认了那个骚狐狸的身份了 你回去告诉秀才 我孩子的事 她少放屁 惹急了 老娘报官把她抓回来 她说我是她的孩子 我吸了吸鼻子 想大喊一声羊 但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湿湿的 牙婆碰了一鼻子灰 咄咄搅走了 边走边骂白跑了一趟 回去一定让秀才把银子连本带利给吐出来 我成了她的孩子 她带着我给菜市场的邻居挨家送红鸡蛋 大伙都说她平时省吃俭用的 没想到也能这么阔绰 其实没有我那便宜秀才爹跟她要钱 她是能攒下不少银子的 可她常年就两件粗布补丁衣裳 换洗着穿 冬天就再在里面多加一件袄子 头发用蓝布一包 没有一根首饰 更别提腌制水粉了 她日子过得不像个女人 不过她吃得还行 虽然没有精良百米 但几乎每天都有浑腥 恰好 我眼里也只有饭 不过她还是给我做了一身棉布衣裳 扯了两根红布条 在我头上扎了两个朝天小啾啾 我喊她母亲 她浑身打了个哆嗦 张红了脸粗声说又不是什么大户人家 叫老十字母亲 我喊她娘 她也没应 想半天让我叫她大娘 我挺着小胸脯跟着我大娘出贪 日子过得飞快 我六岁了 有媒婆上门 要给她说亲 是张铁匠 她媳妇死了三年了 她也从悲伤中走了出来 答应再找个人过日子 张铁匠家还有个儿子 叫石头 比我大两岁 自从媒婆上我家门说了这时 石头天天往我家跑 因为我大娘做饭香 小火熬骨汤 香味能传三条下 石头喝得一脸陶醉 娘 再来一晚 大娘骂她小兔崽子 再胡咧咧 老娘给你扔出去 但她从来没有把她扔出去过 她很喜欢孩子 可惜石头没能做成我大娘的孩子 她爹张铁匠最后反悔了 她最后和卖豆腐的王三娘成亲了 我瞧着王三娘也就白了点 爱笑了点 相貌也不比我大娘好看多少 我大娘细看看 一点都不丑 她偶尔笑起来的时候 更好看 就像一轮大太阳 亮晃晃的 笑声跟钟一样红亮 但张铁匠她说 堂堂男子汉 不想找个力气比她还大的媳妇 连给人写信的书声 都摇头晃脑地说 女子要若柳福风 才能我见尤脸 我见尤脸个屁 我大晚趁着天黑 咬了一条猪屎 结结实实 胡了张石头家的大门 大娘的亲事没成 周围难免窃窃私语 大娘她照旧每天卖肉 面上没有丝毫变化 有好事的人专门问她 你说那个王三娘都伴老徐娘了 张铁匠这是娶个娘回去伺候啊 我乔者蒋大嫂 你可比那王三娘好多了 起码你这肉摊比她的豆腐挑子赚得多 可惜啊 张铁匠怎么就是不要你 要那王三娘呢 这些人怎么这么嘴碎啊 我已经六岁了 在这市场待的时间久了 也能听明白好赖话了 这分明是在嘲笑我大娘没人要 我插起了腰筐 大娘她的刀扔在了案板上 老娘从始至终说要嫁她张铁匠了 脸黑得跟颅底灰似的 一口大黄牙臭轰轰的 谁她娘稀罕了 谁还不看脸了 别看她长这样 可也就喜欢那白生生的少年郎 尤其她还只仰慕读书人 她的心思说破 成了大伙儿茶余饭后捧腹大笑的点 又说她脑子坏了 明明被读书人抛弃了 还不死心 她咬咬牙 做了一件更令人瞠目结舌的事 她把我送去了书院 她喜欢读书人 但不单单喜欢读书的男人 在她心目中 读书人身上不臭 浑身散发着学问的芬芳 那是镇上的一所女子书院 专门给那些有钱的大户人家小姐设立的 她这次掏空了家底 给我交了丰厚的树修 又怕我被欺负 去山长家里送了好几烫猪肉 山长娘子感谢她一片心意 答应一定照顾好我 其实我不用她特意地照顾我 我在书院里每天都很开心 读书开心 写字开心 数算更开心 那些小姐们都香喷喷的 对付人最大的本事 也不过是撅着嘴酸溜溜地说着几句带刺儿的话 他们连翻白眼都不会 哈哈哈哈 我在菜市场里每天听的可是那些沈身嫂嫂们骂街 尤其我大娘更加无敌 小姐们的恶意对我来说 毫无杀伤力 更不用说 他们对我一个穷酸小孩的恶意很快就没了 因为我书读得好 出类拔萃 很快引起各位夫子的关注 山长摸着胡须说 我是她见过最努力 天赋 也最高的女娃娃 说我若是出生在稍微有些身份的人家 前途将不可限量 比如 如今最得宠的西贵妃娘娘 当年那可是财冠京城 写的一首出神入化的簪花小凯 才与陛下成就一段红袖天香的佳话 可惜 我出身是井 一切都是妄谈 谁也不知道大娘为何要送我来读书 还一读就是五六年 在我十三岁这年 该学的也学完了 又不能参加科考 我想着和大娘商量一下这书我不读了 想回去和她一起杀猪卖肉 我要做那饱读诗书的女屠夫 却不想这天山长从县里回来 递了屑来 西非娘娘给小公主选半读 不伦出身 只要肯努力有天赋的姑娘 当然 半读也不能太丑了 容貌也要过关 咱们县有一个名额 则日在县衙考试选拔 这通告时很快在百姓间传遍了 尤其是那些富家千金们 都跃跃欲试 我大娘头三天就歇了肉摊的生意 带着我坐上牛车往县城去 临考前 她比我还紧张 我对她呲牙一笑 转身跟猴子似的进了县衙后院大门 考试不难 但也整整考了一天 事先也没通知 又不让人进来送饭 中午考生们只能饿着肚子 我尚能忍 一些体态太过柔弱的小姐 到了午后又热又饿 都有生生绝过去的 傍晚考完出来 大娘带着我去小饭馆里 狠狠地吃了一顿白面大包子 她也不问我考得咋样 我自己边啃包子 边跟她滔滔不绝地讲考试情况 考题不难 我都会 但是这考试的规矩忒奇怪了 不仅要做题 做题之前还要检查身子 就是一个黑脸儿老嬷嬷 把每个小姑娘从上到下看个遍 连牙扣都要看 还要闻一闻嘎吱窝 大娘她不识字 也没经历过科考这种事 想了想到 既然是为公主办读 估摸着怕嘎吱窝臭地 会熏着公主 我脑袋点得飞快 说是这么个理儿 回去我便不再去书院了 跟着大娘去菜市场卖肉 一边等成绩 奇怪得很 这几天来买肉的人比以往多了很多 但我大娘不高兴 黑着脸捂着剃骨刀 瞪着那些盯着我看的小鳖三 孩子出落得真不错 这句模样在咱们镇子上也是数一数二了 王三娘早在前几年和我大娘一笑闽恩仇了 平时两人还能闲话家常几句 再过两年就好找婆家了 可惜我们家石头那混小资他配不上 王三娘年纪大了 自己和前夫生的那一儿一女早就成家 便将张石头这个妓子当孙子腾 大娘她笑如红中 张石头和我家臭闺女一样 眼里就只剩下个吃 都是长不大的王八糕子 倒是林家那小资 还不错 可惜她那娘王三娘口里说的是前两年附近搬来一对林姓母子 听说是大户人家出身 落魄了的 林公子十六七岁 好模样 年纪轻轻重了秀才 林夫人给人做秀活 维持娘俩的生计 不过她不太看得起菜市场上这些俗人 她衣裳虽然破旧 但洗得干干净净 头巾总是扎得整整齐齐 每天傍晚的时候 就会跨着篮子 卖着高傲优雅的步伐来菜市场 捡剩菜叶子 她不跟任何人说话 有路过的邻里问她好 她装作没听见 这种眼高于鼎的人 肯定不愿意跟咱们这种人家做亲的 我在后面听着大娘和王三娘闲话 心里想着 其实我跟那林公子也打过照面 她与书院的山长熟识 我在书院里遇见她 她总是耳朵红红的 作衣换我一生蒋姑娘 我也回一生林公子 过了几天 这位林公子却从县里替我带回了个好消息 考试结果出来了 我得了魁首 大娘她高兴地直拍大腿 跑去街口又是放爆竹 又是烧纸钱 感谢各路神仙 哎哟!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哟! 咱们菜市场里出了支金凤凰 蒋大嫂 你的好日子在后头 我家里办了宴席 请来邻里接访 大伙七嘴八舌地说者 蒋大嫂好福气 我大娘自己无儿无女 所有人都认定了她是孤寡命 后来她还收养了丈夫在外面的孩子 自是又少不得被人背后屈去她脑子抽抽了 可没想到苦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挨过去 她竟迎来了所有人都羡慕的一天 就连催桃花 她想来道贺 但见院子里女人多怕挨嫌弃 躲躲闪闪地挨着墙跟走 被我大娘发现就将人给请了进来 当年 这孩子那么小一个 就会帮着算账收钱 我就说 这孩子不一般 你瞧瞧可不 就是 她胆子还大呢 当时那狗都快与她一般高了 她愣是把骨头给从狗嘴里抢了回来 还啃下一嘴狗毛 催桃花掩着嘴笑 众人哄堂大笑 我羞得直埋头往嘴里塞大肘子 就连林夫人都来了 席间大家伙又试探地问不若林蒋两家结个亲 林夫人看了一眼早已经红透了脸的儿子 过了几日竟真的来提亲了 听说公主方龄十五 读书估计也就三年的光景 到时候 蒋大姑娘出了宫 正是婚嫁的好年纪 林夫人笑眯眯地盘算着 她又转头看向我 你那欢托的性子也一定要好好改改 尽了宫切记要做好本分 伺候好公主 说不定还能为你自己赚一份体面的嫁妆 再往身里看 你在宫里好好做人 说不得还能为我林儿寻几个靠山 俨然以长辈自居了 我看了一眼我大娘 她那暴脾气显然是被弃者了 骨遮掩直喘粗气 但她看看我 又看看立在一旁一表人才的林公子 终是忍了下去 林夫人说啥笑话呢 我可不忍 我笑得咯咯想 靠山我自己靠不好吗 非得给个非亲非故的 我又不傻 你 林夫人柳梅竖起 不识抬句 她是万万没想到 我竟搏了她的面子 待我儿日后高中 你可别哭着来求 走前她回过头来 狠狠碎一口 林公子红着一整张脸 想挣脱开她母亲的手 但被林母瞪了一眼 便不敢再动作了 晚上 大娘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问她咋了 她沉默了半嗓 自言自语 你还小 我急个傻 那林公子也没啥好 说不定又是另一个 你秀才爹 他嘴里嘟囔着 都是披着人皮的狗东西 我静静地听着 这还是我第一次从他口中 听他骂我爹 我自己打从五岁那年 就再也没有开口提过我爹娘 谁提我也只当没听见 也是没想到我那爹竟然回来了 就在我准备出发进京做半毒的前几日 他如今混得人母狗样 走在菜市场的路上 走出了一种衣锦还乡的意味 哟 这不是蒋大嫂家那坠续吗 回来了呀 崔桃花不愧是咱们这里最了解男人的 一句话把他装模作样的皮给包了个精光 他在光鲜 也还是蒋家的坠续 再也装不下 他缩着脖子灰溜溜地进了肉谱 这半毒你别当了 把名额让出来吧 他开口就是对我提要求 还是过分无礼的要求 我看着他 这么多年了 一见面他不曾问问我过得好吗 当初一个人是怎么活下来的 大娘 她是谁呀 我懵懂地转头问向大娘 他握刀的手 在看到来的男人的那一刻 就狠狠地攥紧了 猪食 它是一坨猪食 我大娘咬牙切齿地开口 这些年 他有了孩子 一颗心扑在孩子身上 这个男人 在他心目中 身上早就没了学问的芬芳 只剩下渣子味 我呕了一声 低头把手里的钱袋子收紧 秀才爹指着我 骂了一通不孝女 直呼折野 之后便在肉谱里赖着不走了 他突然回来 引起邻里的关注 纷纷来问他 是不是在外面混得不行 待不下去了 来问妻主要钱来了吗 你在外面的小妾咋样了呀 按理说 该来给蒋大嫂敬一杯妾室茶的 她脸一阵红一阵白地说她好着呢 如今是县卫大人身边的幕僚 深得大人的看重 后来她又拿出父亲的威严 再次提出让我放弃进京做半读这件事 原来县卫大人家的千金 是这次考试的第二名 她不甘心 在家里又哭又闹 我这秀才爹一看 便知道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来了 你若不让出名额 我便去衙门告你不笑 她拿笑道来压我 我冷冷看着她 她生而不养 如今又要我笑 何其可笑 你个老狗去衙门告是吧 老娘先去衙门告你一个私奔出强罪 大娘上前将她一把推倒在地上 秀才爹跌坐在地上 有些发猛 她没想到蒋氏会对她极言利瑟 还对她动手 姚记得以前她怎么过分她都是能忍气吞声的 别看她对外人凶悍得像一只母大虫 可只要自己给她个笑模样 她能把所有的银子拿出来给她 如今这是怎么了 秀才爹有些摸不清头脑 莫不是还记恨她当初一走了之 我看着她那附天塌下来的震惊模样 不由地觉得好笑 她不会觉得只要她回来 我大娘就会不计前嫌 而我还和小时候那样扑进她的怀里 依恋地在她身边跌跌长跌跌短的吧 她哪来得自信 很快她也明白了 这里的一切都回不去了 我和大娘都不是她能摆布的 她却不急 就赖在我们家里 逢人就说 以前我小时候 她悉心教我念书写字 否则 我没有今天之成就 她还要帮着我大娘卖肉 眼看着 我家又要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笑点 再加上夜里还钻我大娘的屋 人到中年了还想施美男计 我大娘多年来从来不生病的 竟给生生隔应出了病来 我气得把她往大门外拖 我大娘叫住了我 她怕我真背上不孝的名声 毁了我做半毒的前途 说吧 你到底还想干什么 毕竟做了许多年夫妻 我大娘心里明白她这次来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她立即坐直了 眼里闪过一丝金光 你我何离 从此我不再多管闺女的闲事 她背着坠绪的身份 被人嘲笑了多少年 想往上爬都难 大娘躺在榻上 摔碎了要晚 何离没门 给你修书 你想得美 绝无可能 她一拍桌子 要是传出去她一个大男人被修了 她下半辈子都要被嘲笑声淹死了 看谁能耗得过谁 有我这样的爹在 你以为她当半毒能当顺了 惹急了我就去京城 让整个京城的达官贵人都知道她有个坠绪爹 她直接破罐子破摔了 我大娘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撅过去 最后紧闭了闭双眼 成 那就合理吧 秀才爹脸上得意洋洋 大娘让我拿来纸笔 我多拿了一份 顺便写一份断绝关系的文书 从此 我与你们再无干系 你 秀才爹咬咬牙 思考了一瞬 冷笑一声 好 好 那就随了你的愿 拿着和离书和断绝关系文书 他得意洋洋 说那爹就回去了 你娘和你弟弟离不了我 他走的时候倒是拉着我的手 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愧疚 闺女啊 你别怪爹娘 你娘本也想回来看看你 可是她不敢 怕你怪她 哎 都是命 你把爹娘都忘了吧 以后和你大娘好好过日子 却不料 扎爹走的第二日 山长着急忙慌地从书院赶到了我家 他阻止了我收拾行囊的动作 一脸愁苦 不用去了 你的半读资格被取消了 县里来信说你虽然才学成绩不俗 但在言行举止上没有闺秀之资 这进京半读的资格给了第二名的县位千金 我握紧了手上的包袱 大娘听到消息 直接呕出了一口血 直挺挺昏死了过去 我也顾不得半读不半读的事了 疯了似的跑去找承熙城隍庙里的那个瞎子郎中 这瞎眼的郎中 传说是以前宫里的御医 得罪了权贵被弄瞎赶出宫 他四处云游 最后留在了我们镇上 瞎子老头给我大娘把了脉 说这是这几天连着怒火上涌 这次更是气急攻心 不过他身子鼓硬 吃几副药 好生养着 便无碍了 我衣不解带地守在大娘的床前 看着她病脚不知何时 竟生了许多白发 心里一酸 眼泪巴搭巴搭掉 这些日子 我也把这件事给想明白了 扎爹估计一早就知道 我的名额会被抢 他故意来闹一遭 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坠婿的身份 外人欺压他的女儿 他则趁火打劫 这天底下有这样血亲 对这样的爹娘本来就不该有一丝念想的呀 我眼底凝结成了冰 他们毁了我的登云梯 我偏不服输 大娘好了之后 我跟她说 我想跟着下老头学医 她看着我 那咱就学医 你脑袋瓜聪明 书读得那么好 学医一定也不差 他带着我 去下老头那里拜师 扛了半扇猪 当拜师礼 下老头摆摆手 我老头子半截身子快入土了 本也想给自己找个一波 这孩子聪明伶俐还识字 能看懂医书 是我捡到了宝 他不肯收礼 大娘却说恩情不能不报 每天做饭都多做一份 让我带给师父 我每天一大早拎着石盒 步履轻盈地去师父家学医 路上遇到邻里街坊 他们初时看我的目光里 都带着同情和惋惜 我笑着喊人 对资格被人取代的是 毫无阴霾 渐渐地 他们也开始笑着问我 每到下雨天 这老腰就疼 听说闺女你会行针了 给大叔扎个 我家那不省心的小资 昨晚吓着了 给叫了魂也没好 能治吗 闺女爱你快去我家看看 你石头哥在山上摔了 腿是不是断了 咋不敢走路了 王三娘拉着我往他家跑 我是菜市场长大的闺女 我学了手艺 便从一些简单的病灶开始 试着给菜市场的人治病 拿不准逐意地就问师父 夜里则是更读医书 大半年的时间过去 渐渐地我从医书里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乐趣 就在这时 林公子又从外面得了一个天大的消息 公主选半读的那件事 是个骗局 她面色苍白 劫后余生般地看着我 原是京城有位手眼通天的人物 竟借着给公主选半读的幌子 从各地挑选貌美有才学 但家世不显的女子 供自己玩乐 此人竟还是当今西贵妃的亲弟弟 她荒诞顽固 由爱那弱智千千 才擒过人的扬州兽马 所以选上的人 说是送去京城 其实在半路上拐去了扬州 这些年纪不大的姑娘 被送去扬州 接受恐怖的培训 一旦谁不听话 将受到非人的搓磨 其中有位小姐董点拳脚 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逃了出来 才把这事给捅了出来 她家人对这个女儿很珍视 一气之下便冒死进京告了欲状 如今罪魁祸首已然伏法 可那些受苦的姑娘们 经此一事 好好的明节也就污了 活着的也正在被放归家的路上 可死了的呢? 闻言 我愣在了当场 当时进县衙考试的情景 也慢慢地浮现起来 怪不得要看相貌 还有检查身体那些恶心的举动 再细想 若真是皇家选半读 京城那么多贵族千金 哪里轮得着我们 当时也是书读了那么多年 心有不甘 妄想真有灯云梯了 却不料前面竟是深渊陷阱 我深深地呼吸 不知觉中 已经冷汗沥沥 我大娘吓得苍白了脸 灯灯灯往后退了好几步 跌坐在地上 好半赏反应过来 她起身去拿纸钱飞跑去路边 连连磕头 拜谢各路神仙老爷保佑 邻里街坊再次凑在我家里 个个劫后余生一般拍着胸脯 真是阴差阳错呀 谁能料到 你这孩子是个有大福气的 唐人张老头 长长地叹了口气 哎 啥福气不福气的 只求咱们这日子能安稳的 我大娘叹了口气 时到不稳 年前朝廷和蛮夷的战缸打完 年初有几个藩王又返了 如今哪哪都不安全 大娘嘱咐我去师父家的路上 也一定小心些 没想到还碰上了无赖 喂 听说你走了狗屎运 成衣女了 小爷我钉上生了个浓疮 你给致致 我认出了他们就是当年抢我面条汤的那几个乞丐 他们也长大了 由小乞丐变成了无赖 惹着你们了 找我查 我边说折手悄悄伸进药匣子 准备从里面抽出几根针来给他们治治毛病 我呸 你当然惹了我们 咱们有大仇 听他们几个愤恨的七嘴八舌地骂着 终于听明白了 原是当年 他们从面摊前赶走我之后 他们之后喝到的却不是干净的面汤 而是里面好几块臭烘烘的布 他们怀疑是我在面摊主面前使得坏 我狠狠地呸了一口 我那时候才五岁就知道 要等人家收摊了才能去要饭 要晚了饭 还知道把桶给洗干净了 你们也这么干的吗 他们面面相去 半嗓冷哼一声 什么玩意儿 做乞丐的 哪里有那么多讲究 说着一个人扯我头发 我手里的银针 也又稳又准地刺进了他的虎口 熬的一声 这人松开了手 你你竟然有凶器 他们畏缩着后退几步 嘴里叫嚣 跟你那母大虫的娘一样凶 僵持不下的时候 张石头冲了出来 妹妹 以后你去哪儿 我都送你 她挥了灰黑悠有的拳头 几个无赖骂骂咧咧地溜了 她自从小时候在我家吃过大娘做的饭 虽然不再饭傻 换我大娘叫娘了 但一直换我妹妹 她一天到晚傻喝喝乐 我也是邻里相亲看着长大的疯丫头 所以大伙儿看我俩天天一快走 竟也理所应当 不会多想 无赖不算可怕 镇上传来消息才可怕 说是城王败北 溃逃路上正经过我们这边 我们这里天高皇帝远的 兵马不足 万一城王起了心思进城 那可就麻烦了 很快整个镇上的人都知晓了 日子不复宁静 有些家底的人 未雨绸缪连夜打包细软 带着妻儿出城去了 就连张铁匠也带着石头和王三娘准备逃难 蒋大嫂 你们也走吧 不能再待了王三娘好言相劝 是啊 妹妹 咱们赶紧跑吧 张石头也来拉我 大娘坠坠不安 但还是咬牙 我们哪都不去 就在这手遮 大不了 他想说他大不了一死 也不愿离开故土 但想起我 又卡了壳 我也不走 陪着您 我说 张铁匠一家连夜出城 却没想到 或是来得那样快 张铁匠和石头爷俩满身是血 相互搀扶着回来了 城王和他手底下的那些败兵跟赖皮狗一样埋伏在城门外 专门对那些带着家底逃命的百姓下手 而张石头他们一家正好给遇上了 没跑成的王三娘 没了 十五六岁的半大小资 跪在路口哭嚎着喊娘啊娘啊 我又没娘了 张铁匠也抱着头在一边 无声哭泣 声音响彻了一片死寂的菜市场 闻者无不难过 我也难受得使劲地抹了一把泪 接下来 所有人巴望着朝廷的兵马能快些关注到这边 把城门外那些如同恶极了的柴狗一般的败兵散将给一网打尽 可惜等了三天 毫无音讯 最可气的是掌管城里兵马首位的县位 主动打开了城门迎接城王进城 听说他开城门的时候 大喊着说天道不恭朝廷不仁 害他闺女枉死 却只砍了罪魁祸首的脑袋 那罪犯背后的西贵妃却半点不受牵连 他开城门是为了恨 但也是为了私怨 竟然不顾一城百姓的死活 城王那些疏红了眼的残兵败将 一进城就跟泄愤似的 一刀一个砍掉了那些想要趁乱逃出城的男人和老人孩子的头颅 剩下的女子则是被他们肆意凌辱取乐 杀累了的城王放下话 只要城里的人老老实实归降 他会善待所有人 城里的一些百姓当了针 挂了旗 有的还奉上财物 甚至出门跪拜 祈求这尊煞神能真的护佑善待他们 我和大娘商议着 不管这些兵是不是真的能放过我们 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 我将药材收好 大娘这边也默默地收了肉摊 在家里把几把杀猪刀都磨得锋利无比 我们把地窖又挖身挖大 用肉去粮铺换了粮 家里的存淫全部买了粗粮和盐巴 不过几日的光景 大街上就乱了 城王兵马还没到我们镇上 已经有一些混混无赖先开始打砸抢劫 粮铺严行都被抢砸一空 他们甚至还敢杀人 来了 那帮无赖闯进咱们菜市场了 老张头的唐人摊子在街头 眼瞧着一帮人来 慌忙把孙女音音藏进了屋 按理说 我们菜市场这边算是镇上的穷地 大家日子过得尚且能糊口就不错了 谁都明白这里没有油水 这帮无赖来这里做什么 张石头冲来我家拽住我的衣袖 妹妹 你快躲起来 就是那些人 我认出来他们来了 原是小时候的那些小乞丐 趁着乱寻仇来了 我大娘忙问是怎么回事 我铁青着脸把我与他们的恩怨说了一遍 这些人是冲我来的 正说者 家里的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 死丫头给我滚出来 今天爷爷来寻仇来了 张石头指着地窖让我进去 我摇摇头 要是找不到我 他们只会把火器转移到我大娘身上 我从药匣子里找了一瓶药 又抽出里面的银针紧紧地握在手上 我正要出去 一个身影比我还快 我大娘拎起了手上的刀 冲了出去 哪里来的小兔崽子 接来了我家 都别想了 她怒吓一声 一刀劈向打头的那个混混 她的刀太快 那人的胳膊一下子被劈了下来 一切发生得太快 所有人都傻了眼 我大娘也有一瞬间地愣着 毕竟杀人跟杀猪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我出门握了握她有些颤抖的手 迅速上前 来到捂着肩膀哀嚎的人身后 眼中寒光一闪 常常地银针猛地刺进她的脑袋 大娘她杀得是猪 我却是跟着瞎子师傅在人身上动过刀 那人死了 就那样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你 你们敢杀人 无赖混混们惊得大喊 他们也只想学着城里的那些无赖一样 趁着乱打家劫舍 顺便报一下仇什么的 这次来 顶多想要搁几个把这蒋大姑娘轮一遍 让她知道搁几个的厉害 完全没料到会出人命 我们杀的是猪 石头哥一会帮着我把地上的猪给开膛破肚 今儿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我呲牙阴森森地笑 要知道 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娃子扎着个红头绳 穿着红布鞋 眼珠子漆黑 这样看着人笑 还挺瘆人的 张石头都不敢看我 僵硬地点头 对对 杀猪 杀猪 几个不成气候的混混胆都吓破了 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家门口围满了人 看着地上的尸体 大伙儿鸦雀无声 我大娘的腿一软 我赶紧上前扶住 一边对乡亲们说 劳烦大家帮着把人埋了吧 放这儿晦气 大家都有些害怕 还是张铁匠一撸袖子 大家怕啥 死人怕什么 都到了什么时候了 不是他们死 就是我们死 他想起王妻就死在自己面前 他当时却没能奋起帮妻子报仇 如今双目煞时赤红 对 不怕 不是他们死 就是我们死 怕啥 大伙儿开始七手八脚地把人抬出去 挖了个坑给埋了 这件事不是小事 在镇上传了出去 说我们菜市场上的女徒夫趁着兵荒马乱 杀人当猪肉卖 人人只以为我大娘凶狠把人当猪杀 却不知真正会杀人的是我一小姑娘 人人绕道 尤其是流氓无赖混混们 再也没有来菜市场的 用好奇的人来打听 菜市场的人出奇地一致点头默认 只不过外人劝他们赶紧离开菜市场 另寻个住处 他们都使劲摇头 说不搬不搬 我顺势把师傅从镇子西边搬来了菜市场 这时候恶名反而能带给我们安全 我大娘精神不太好 夜里也不打呼噜了 翻来覆去地不好入睡 我拍着她的后背 一下一下 就像我小时候梦魇了她拍我那样 她有些不好意思 我也不是害怕 就是人血比诸血腥 闻着头晕 赶明我给佩服药 大娘喝了就不头晕了 好 好 睡吧 叫少了对身体不好 嗯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变成她听我的话了 对比菜市场 城里已是一片哀嚎 城王果然背信弃义 打着亲民的幌子 让士兵进了百姓的家 搜刮财物和粮食 她这是想要靠着百姓的钱财重整旗鼓 修复她的兵马 这些人真是该死 张铁匠怒骂道 他们闯进人家里 不仅抢东西 还伤人 遇上家中女眷 他们还俨然就是一群强盗了 听说就连当初放她进城的县卫家 都被抢了 县卫娘子被抓去做了城王的侍妾 活该 都是报应 群情激愤 同时又人心惶惶 大伙都在暗暗祈祷着我们菜市场远在镇子边缘 不会被那些畜生注意到 却不料 就在一个宁静的早晨 有人把三个带刀的士兵引了过来 这人竟是林夫人 她在镇上东躲西藏的 被那三士兵发现了 她虽然有些年纪 但到底有几分姿色 几个畜生便想对她用墙 她吓破了胆之计 说她认识一个貌若天仙的小姑娘蒋家肉铺就在前面 她家不仅姑娘长得美 还小有家底 说不定还藏了不少粮食 此时恰在村口的老张头一听 吓得一个哆嗦 扔了唐人挑子 就往我家跑 原本那三个士兵没把这老头当回事 还以为又是见到他们害怕地跑的 快抓住那老头 他肯定是去蒋家通风报信的 却不料林夫人立即喊叫了起来 士兵一听 直接上前一脚将老张头踢翻在地 老张头忍折腾抬头喊了句 孩子 快跑 另外一个士兵骂骂咧咧地拔出刀来 竟直往老人家头上砍去 爷爷 茵茵从家门后冲了出来 护在老张头的身前 他父母早亡 从小和爷爷相依为命 此时已是害怕地满脸泪痕 身体打着哆嗦 也不曾离开半步 哟 这小姑娘长得也不赖呀 三个士兵瞧见音音 眼冒邪恶的光 上前就托人 整个菜市场的人都听到了动静 我握紧了拳头 转身去拿银针 再转头 却被大娘她一把推进了屋 反锁了门 他们不是混混 咱们杀不得 你出去也是送死 大娘咬紧了牙关 眼眶都红了 她自己却拿着杀猪刀 冲出了门 她的袖子 却被一只白嫩的手拽住了 是崔桃花 她制止了我大娘 然后扭着腰 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那三个士兵 三个士兵一看 这小小的破市场 竟也有这般勾人心魄的妖精 眼睛都直了 三位爷 就让奴家伺候你们吧 放了那个生瓜小妮子 她有什么好玩的 崔桃花抛了个媚眼 成成 我看成 只要你这小娘子 能把我们哥仨喂饱了 就放过那小丫头 士兵吟笑者 揽住崔桃花的腰 把她带去了树后面 崔桃花使了个眼色给吓傻了的音音 骂了声 还不快滚回家去 看着她的背影 所有人静默着 有几个妇人转头小声唾弃了起来 树后面初时还是崔桃花的娇笑声 渐渐地她痛苦地哀求 很快她破口大骂起来 紧接着使她凄厉地喊叫 在场的所有人都在颤抖 面色泛白 老娘宰了这仨畜生 大娘再也忍不了 拎着刀冲了过去 不要啊 蒋大嫂 那可是官兵啊 我们不敢动得 有人相劝 若不杀他们 他们也不会饶了我们的 又有人绝望的小声说道 是啊 饿鬼进了村 怎么可能只祸害一个人 我大娘杀了官兵 还是三个 她背着崔桃花 从树后面走出来的时候 两个人就像从血池子里出来一般 林夫人吓得立即就脚底抹油跑了 大娘她脸上被砍了深深的一刀 肉都翻了出来 崔桃花衣服破烂 裸露在外面的肌肤沾着血 所有人冲了过来 好闺女 你受苦了 卖菜的大婶含着泪 脱下挂子 给崔桃花披上 没有人再对裸露的她 发出一句谩骂 或者嘲讽声 崔桃花紧紧地趴在我大娘的背上 被打得轻一块子一块的脸上 绽放了一个笑容 我忍着颤抖 帮我大娘处理伤口 用桑皮线给她缝了脸上的大口子 她现在的样子更吓人了 不过没人再害怕她 音音和崔桃花都想往她身上贴 菜市场里的其他孩子 也围在她身边 小声说着 她脸上那一道缝了线的口子 像一片鸟的羽毛 咱们杀了成王的兵 他们迟早会知道 然后肯定会报复 张铁匠召集所有的人聚在一起 看着各家里那些小毛痛们 死咱们是不怕 但咱们的孩子不能死 最后大伙商量着 让我大娘带着孩子和女人去北山里躲起来 他们男的则是留下来 正面迎接成王的怒意 我大娘没说二话 当天晚上就和其他几个婶婶奶奶一起 扛着干粮 腰间塞着杀猪刀 带着孩子们离开了菜市场 我不走 我不是孩子了 要和爹他们一起 张石头不肯走 被他爹狠狠地踢了一脚 你留下也是白送死 给老子滚 谁说我要送死了 我死也要杀两个兵死 张石头倔强得很 直到张铁匠被他气得掉眼泪 他才不情不愿地跟着我们走了 等进了山 暂时安顿下来 我拜托瞎子师傅照料我大娘的伤 然后和张石头使了个眼色 重新返回了镇上 菜市场上静悄悄 只有横七竖八的尸首 我和张石头流着泪 把他们都埋葬了 爹、娘 我一定给你们报仇 张石头对着其中一座坟头 狠狠磕了四个头 之后 我和张石头在镇上装作小乞丐 遇见落单的士兵 石头一棍子将人打晕 再由我用银针刺入脑中 让其死得悄无声息 谁也不曾想到 在满城哀嚎求饶的时候 两个半大的孩子 会有勇气抬手杀官兵 与此同时 一对朝廷的官兵进了城 他们与城王展开了拼杀 我和石头大喜 他投身做了士兵 我则是跟着那对官兵 他们有受伤的 我立即便上前医治 我没想到在队伍里 我看见了个熟人 林公子 原来竟是他假意投效城王 然后 瞅准机会出城 去搬来了朝廷的救兵 他眼红红地喊我讲姑娘 但我不再回应他 而是装作不时低头给士兵包扎 很快 城王和他的手下 都被剿灭了个干净 当初开城门的县位也被五马分尸 出城搬救兵的林公子 则成了满城百姓心目中的英雄 家家户户都在赞颂他 只有我们菜市场上活下来的人 都一言不发 他林公子是满城的恩人 可那林夫人则是我们的仇人 听闻林夫人那日惊慌失措地 从我们这里离开 便东躲西藏 遇上了混混 被洗劫一空 还被打伤了脑袋 一直昏迷着 林公子找遍了郎中替他诊治 都没成 如今情况更是不容乐观 蒋姑娘 求你救救我母亲 没想到林公子求到了我跟前 他身形消瘦 戚戚爱爱地看着我满眼的哀求 不管我母亲他做了什么 都有我这个儿子替他还 只求你救他一命 他直接将昏迷不醒的林母拉来了我家门口 所有活下来的街坊们围在了我家门口 静静地看着 每个人脸上都是隐忍的恨意 你替他还 你怎么还张石头拿着刀对着他 脸上再也没了以前稚气的笑容 而是一脸的肃杀 他欠了我们菜市场十七条人命 你怎么还 张石头怒吼 林公子深深地低下了头 但他还是不甘 可医者父母心 岂能见死不救 他拿医者人心来绑架我 不救 我缓缓开口 没有任何托词 我就是不救 就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医者好了 我修炼不到家 做不到高风亮节就有血海深仇之人 这世间 众生击苦 我不是普度众生的菩萨 我只是个从小被爹娘抛弃 在这片菜市场上 由邻里接放看着长大的平凡姑娘罢了 林夫人死了 没有人去林家吊宴 所有人去的都是自己亲人的坟前 狠狠地大哭一场 我 张石头 张音音 催桃花 围在我大娘身边 娘 张石头眼圈红红地 唤了一声 唉唉 大娘她笑忠带泪 脸上的疤痕也柔和了几分 闺女 这是你大哥 大娘拉过我 大哥 我大声喊了一声 唉 妹妹 我也想要你做我娘 张音音上前揽住她的腰 把眼泪抹在她的衣襟上 好 好闺女 张音音抹了把泪 回头对着我甜甜地唤了一声 姐 我揉了揉音音的脑袋 她和我同岁 但比我矮了一个头 像个浮娃娃 崔桃花挠挠头 笑忠带泪 却没有说话 桃花姐 你也做我娘的女儿吧 音音上前紧紧地拉着她的手 崔桃花有些尴尬 她小声说了句 我也想 可不配啊 还没说完 被我大娘拍了一下脑袋 你以后就是我家大闺女了 啊 崔桃花睁大了眼睛 但是有一条 以前的嬴胜不许做了 以后跟着我杀猪卖肉 你是长女 要继承老娘的衣钵 好 这次崔桃花回答得干脆 眼泪止不住 回头擦了又擦 我们给娘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张罗着吃了一桌团圆饭 第二日 我和大哥 跟娘和姐姐妹妹告别 收拾了包袱 跟着那一队官兵上了路 师父把他珍藏多年的一本衣书送给了我 他自己也搬到了菜市场 和邻里相亲一起建设家园 日子过得飞快 我在军营的声明也渐渐地雀起 很快 我就成了一等一女 得以跟在将军身边 为他处理大大小小的伤势 等到藩王之乱全部平反 已经过去了五年 将军赶怀我数次就他性命 提出要嫩我为妾 我吓一跳 赶紧拒绝了 为何 跟着本将军委屈你了 他眯起眼睛 我怕委屈了将军的其他妻妾 我刺着牙晾了晾手上的银针 我出身乡野 杀过人 以后估计还善妒 切 他痴笑一声 但也不再提纳我为妾这件事 他见过我用手中银针杀来偷袭的藩兵 动作十分地干净利落 像鼠手 班师回朝那日 将军认真问我想要什么赏 我想在家乡开一家医馆 我想了想说道 你莫不是小乔本将军 他脸上有伯怒 这种什么便宜要求 他的救命之恩就这么不值钱 可我是女子 开医馆不易 我诱导 她白白手 不再搭理我 当天宫里来了圣旨 颁给我的 原是陛下知晓了我在军中的贡献 特赐遇赐一女称号 还送来一片金光闪闪的大扁鹅 我乔折 乐开了花 这就是我下半辈子的金大腿啊 我告别了将军 他送我一车金银 说称号是陛下赏的 钱财是他赏的 我 衣锦还乡了 家中一切都好 割个石头 曾在军中立功 如今成了新任县位 我娘走到哪儿 都被人尊称为一生老夫人 她说 听着这个直起鸡皮疙瘩 但嘴角怎么压都压不住 妹妹殷殷嫁人了 如今领着个三岁的小糯米团子 天天回娘家撒娇家蹭饭 说起来 我也馋我娘做的饭了 尤其是骨头汤 西六一口 五脏六腑都老实了 如今 我娘已经不杀猪了 杀猪的是我大姐桃花 别看她长得美 身断胶 可她成了菜市场上新的母老虎母夜叉 一言不合 拿起菜刀能追人三条街 我的医馆开业当天 有人上门提亲 是中了举人的林公子 与没人一起上门的 还有我那扎爹 成王之乱的时候 她抛下我亲娘和弟弟逃出了县卫府 四处躲藏 等平乱之后 她再回去 那娘俩已经成了白骨了 她孤家寡人一个 除了会念几句酸诗 别的什么都拿不出手 她又人到中年 身体发福 俊秀容颜不在 想要靠脸入赘别家人 都遭嫌弃 变成了乞丐 如今 我的名声响亮 她闻讯像苍蝇一样找了过来 女儿啊 爹爹好苦啊 她扑在我面前 一阵诉苦 说半天没人搭理她 她只好自己擦擦眼角的泪 好在你出息了 以后爹爹的苦日子也就过去了 对了 那邻居人不错 这么多年了 一直在等遮闺女你呢 你当年不肯救她娘 她都不恨你 哎 她滔滔不绝 一个男人能如此对你 你真可是个有福气的 赶紧答应了 我这就去找贤婿吃酒去 我摆弄遮手上的银针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最后等她说完了 我从匣子里拿出了一张纸 在她面前晃了晃 是那张断绝关系的文书 好走不送 实在没什么话要跟她讲的 小时候爱她敬她如目她 又恨她怨她憎恶她 有满腹满腹的委屈 一开口就止不住泪奔那种 可后来的后来 就什么都没有了 她不死心 还上门了几次 但都知道 我非良善之辈 极端条件下可能会是负 她被护院粗鲁地扔出去两次 差点断了一身老骨头的情形下 她看明白了找我没用 我看着柔美清秀 其实心硬如铁 真正心善心软的这世上只有一个人 那个长得凶 长得不像女人的女人 我娘 蒋大嫂 她来到我娘面前 痛哭流涕说要和她重归于好 从此 我们一家三口过安稳日子 她再也不会做混账事了 此时 我娘已经身穿绸缎衣 身边有四个丫鬟伺候着 时不时打着困倦的哈欠 她听人家说如今她儿女有出息 她甚至给自己找了个规矩摩摩 每天学着别人家的老夫人怎么慈眉善目 慈祥和蔼 老太隆忠 可听了我扎爹的话 她还是一怒之下把学的规矩都忘了个干净 一咕噜从躺椅上翻身下来 顺手一掏 摸起了椅子下面不知什么时候藏的踢骨刀 疯狗不死 还敢来讨贤 我看你是猪油忽了心 猪是瞇了眼 看老娘不剁碎了你 说着持刀锥砍了出去 动作那叫一个行云流水 虎虎生微